哈囉,大家好,我是老K 今天算是一個新單元 帶老英去上課 當然不是幫老英上課 比如說生態教育做這麼久 慢慢的也有其他單位廠商看到了我 那今天很開心,來到高雄的千野村 這邊是一個日式的景觀餐廳 整體來說很漂亮 那今天也有舉辦一個非常棒的活動 就是毛小孩的同樂會 那上課之餘呢,等一下上課結束 我們等一下也去採訪這邊的園長 看他整個千野村成立多久 以及舉辦這個活動的目的跟意義 那我們先進去參觀一下 整個千野村的環境吧,去吧! 千野村坐落於高雄雁朝區的麒麟山上 由知名地標麒麟山休閒園區改造而成 致力打造南台灣獨一無二的日式景觀園區 現在先帶大家快速的看過 等等猛禽生態課程結束後呢 我們再來帶大家慢慢地欣賞千野村的風景吧 今天也會讓元寶上場 用猛禽的視角看千野村的風貌喔! 老K的猛禽生態課程呢 主要的是介紹猛禽的身體構造 尋陰文化的歷史及作為 如何跟猛禽的正確互動與味時 最重要的是啊,就是上手拍照啦 在前面上課的介紹下呢 不管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 在手上拍照呢,都能夠輕鬆駕馭 上手架鷹,如同拿著水杯一樣 拿水杯不會左搖右晃 手一動,老鷹就會動 所以杯子拿得越穩 老鷹在你的手上就會越穩定喔! 再來就是精彩的對飛環節啦 讓老鷹飛到手套上呢 是參與課程的重頭戲 不管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 都可以安全的參與喔! 或許老K讓老鷹飛到手套上很多次了 有沒有人可以形容一下 第一次讓老鷹飛到手套上 有什麼感覺呢? 而老K課程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餵食完整的小雞 參與認識基本的知識外呢 認識大自然的落落強食 也是課程的重點 你或許覺得血腥 但我會跟你說 這就是大自然 有趣了嗎? 接下來就換元寶上場 讓你們用猛禽的視角 鳥砍千野村的整體風貌吧! 就是要燃烈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在元宝回来后呢 也很荣幸采访到了千野村的园长 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千野村吧 哈喽 在我身边这位就是千野村的园长 先请问园长一下 哪来的荣幸让你邀请到我 你说 邀请到你 对啊 因为我们 之前有这个办从事的活动想法 是 那那个时候就去想说 那会有什么样的活动 会去搭配到这整个 那比较主题让它丰富一点 了解 基本上比较简单 像雄鹿的四集啊 啊啊啊啊 然后宠物的一些影片 或者比赛 后面的全面比赛 是 对 那这部分就是我们平常能做到的 那我有请朋友去寻找 比较特别一点的 比较特别一点的活动 那他们有去宠物展 然后刚好就有个幸运看到你的表演 感谢 看到你的表演 然后就觉得 你的表演很精彩 谢谢 上课教学都很丰富 很专业这样 那就有请他们去帮我 联络一下 看能不能来我们园区 帮我们的活动丰富一点 感谢园长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不不不不不 那千眼孙这边成立多久了 我这边成立一年了 一年了 是是 那今天办的主题是 毛小孩 毛小孩的同乐会 对是 那当初为什么想办这个主题 嗯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 哦真的哦 从我自己 我本来是 只敢看不敢养 嗯了解 到 半年前我有 养了一只流浪帽 嗯 对那我发现 其实宠物 就是一个 我自己在高雄工作 对一个人住 哦 对那他有他的陪伴 我觉得很棒 了解 对那这个 现在这时候也很多人爱宠物 甚至超过 爱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我们也有 现场也有认理 嗯 对对 看到蛮多不一样的事 对对对 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是 那等一下再借由我的镜头 再帮大家介绍一下整个千眼镯 以及整个市集的样子 好啊好啊谢谢你 谢谢园长 感谢你感谢你 我发现园长手痠 哈哈哈 好啦 刚刚欢乐时光过得特别快 上课的实践已经结束了 也进入了傍晚时分 整个千野村的灯也点亮了起来 那就带着园宝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整个千野村的风貌 以及今天摆放的市集有什么吧 看哈士奇 哇哇 其实他整体来说日式风格很够 入口一个鸟居 然后走到前面还有一个鸟居 那刚刚因为在上课 抵达的时候呢 也没有来多做厂勘干嘛 那 好家带课程结束 有机会来看一下整体的风貌 看一下他们今天摆放的市集有哪一些 好啦 华丽的开场介绍之后呢 看到了 我也又换上了河服了 来符合千野村的整个风格 那其实哦 在每年三月份的时候 在日本有个阴烈节 他们就会换上他们属于自己的服装 然后在日本举办一个非常盛大的聚会 老阴猛情的聚会 我觉得在台湾哦 如果想举办类似这样的阴烈节 千野村呢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千野村的整体的市集 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吧 走吧 第一次穿河服 然后还没有木杞 然后还没有木杞 厉害 好啦 千野村整體從名字 建築 一直到裝飾 還有植被 整體來說都非常具有日式的風格文化 而且還有和服陪到你們都進去穿搭 所以這裡新開幕才一年多而已 非常值得你們到訪意喔 那除了之外 如果還有其他的廠商願意找我去做你們現場活動的商演 那也不要忘記在底下聯絡或者是發信箱到我的mail裡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呢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老K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